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对健康的问题过去真的没研究太多 16年的时候由于我自己身体的问题 我有钻研过中医 才知道大部分工作中的巨蟹座所谓的压力都是被自己的感觉放大 真实的情况就是你心里出了问题而你并不清楚 巨蟹座大部分人其实你们都是有干预的 在这儿我要良心推荐巨蟹座的朋友会去看看中医调节下自己的身体 当然我更重要的还是要提醒你们出去走一走 当然了不是只帮你们去旅行 因为我也知道你们真的很忙也很累 每天回到家呢除了吃饭就想躺着 男人们可能坐着抽根烟啊 吃跟朋友去救啊 也喜欢用手机或者电脑 可是呢 你们真的坐在那里面是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 我认为你们可以试着去你们家小区门口坐着或者站着 因为当稍稍地换一个环境的时候就会刺激到你的大脑 再转换思维 这非常有助于你们去思考问题 因为对你们来说熟悉的环境呢 也只会让你们用旧的思路和方法去想问题 但是呢 真的是越想越迷茫 也许到这儿了巨蟹座朋友都非常关心 哎说 为什么我们巨蟹座的年月不像别的星座那样 你跟我讲几月几月怎么样 因为我觉得光讲内心没有用啊 因为最大的问题就是你的内心安全感 你的内心安全感你能指望运势好 然后你就变好了 那我想说运势不好 你不就是更不好了 所以说解决问题的关键呢 一定要从自己开始 今年的木星呢 就落在你内心安全感的宫位 很大一部分呢 我认为巨蟹座必须停止过去的模式 不要总想着别人要等你 别人怎么样 外面别人对我怎么不好 然后我的事业怎么怎么不好 我的领导怎么怎么不碰重我 然后我能力怎么不能发挥 都是外界的国 责任还是从自己来的 如果你内心真正足够的强大 就不会去怕那一些 如果你这个功课能处理好 认为巨蟹座的朋友呢 你会解决好非常多的事情 那么接着真的回到今天的主题 说一下17年的心象对你的影响 首先是工作 依旧会受到木土护荣的影响 特别是十月份之前 很考验你的内心承受你 这也就是为什么大篇幅的去说 内心安全感的问题了 那另外呢 土星也是最后一年在你的工作 和健康工位 真的会让你很辛苦 冥王星呢 会影响巨蟹座部分人的价值信贷感 所以说又累又委屈 而且很容易被你瞧上失去信心 所以你必须要达起精神 当然了 部分的巨蟹座已经通过了冥王星的考验 那么你会比原来更有斗志 也容易做出一些让人刮目的成绩 那么再说一下木星地形的时间呢 是新年的2月6号到6月8号 我相信这个很多人会在这段时间呢 会变得没有安全感 所以我也是需要你们呢 在这段时间一定要给自己尽心 就算说你想在这四个月里面 去死掉旧的工作 换份新的工作 我相信也不太容易找到新的工作 或合适的工作 还要提醒你们就是时间安排的问题 因为巨蟹座的朋友 你的家人很容易生病 在这段时间 或者家里有一些很麻烦的事情 需要你拿出更多的时间去处理 另外也需要你们在这段时间 非常好地注意自己的身体 还有要说的是 今年的10月份中旬之后 巨蟹座的表现 你们自己的机会会多一点 你们也容易受到别人的赏识 另外对于管理层 或者当老板的巨蟹座 我认为在人员安排上 你们还是要多花点心思 因为包括一些制度的问题 因为有些东西没有说清楚 反而导致一些误会 然后矛盾 另外的话 就是想招聘更合适的 得力的员工 兴选在今年的12月底之后 接下来要说到巨蟹座 非常关注的情感部分 首先要恭喜你们 你们的桃花今天真的很旺 从年初旺到年尾 而且是越来越旺 越到年绝望 但10月份之前和10月份之后的 质量有点不太一样 大致分从几个阶段吧 1月2月呢 桃花通常会比较吸引你们 这些人呢 会通常有很不错的身份地位 当然了 他们很肯定你的能力 就会很容易地去卸作 但是对方跟你交往一段时间 就是相处一段时间 你会觉得对方有点被动 所以会让你有点抓不住 但是希望你在这个时候 不要过分强求 3月中心到5月呢 你更容易跟旧的人再去亲缘 或者说过去的恋情呢 会被你的朋友拿出来去聊啊 或讨论 3月后要注意 虽然说那个时间 喜欢你的人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但是很容易进入到一些 异下恋情或者四脚恋情当中 所以建议如果要谈恋爱的话 就是观察一阵的再做决定比较好 10月中心之后呢 真的是到了桃花年了 所以很旺 但是呢 巨蟹座的朋友不妨把握机会看一看 那么接着说一些有交往对象 对象的人 特别是今年的10月份之后 我认为巨蟹座的人呢 可能有想结婚的冲动 但必须要说 这个刚才已经提到了安全感的问题 这真的不是光是工作的问题 因为它也会帮到你感情 很多的巨蟹座呢 在感情受伤之后 就会把自己想象成 我就是那个受害者 曾经直播的时候就说过啊 如果你们要是觉得 自己当个受害者呢 就能放下那些所谓的回忆 而过去门过的经历 那真的你这样想也无所谓 但要是做不到的话 我觉得就不要这样想了吧 因为其实你会产生很多的烦恼 甚至会让你 想起你所谓的那个美好的初恋 这样做的话 反正真的是天烦恼吧 人真的是要往前走的 你的初恋真的有那么好吗 其实都是你美化过的 如果说它真的有那么好 那你怎么到现在跟它 还是没有在一起 所以说还是你要 有时候面对现实 另外呢 要特别的对这个 已经结婚了的巨蟹座的朋友 还有那些打算结婚的 已经交往很长时间的 巨蟹座的朋友说 但凡提到结婚或婚姻 那对你来说都挺重要的 冰箱心就在你们的婚姻公位 所以说不光影响你们合作 这个感情关系真的也是 让你们觉得很紧张 那今年的依旧是一个 很有危机的时期 所以说希望你们能忘掉 那些过去的种种的不快乐 当然了 你也不得不去意识到 真的很多的问题都是你自己 自身造成的 特别是你那个不安稳的安全感 一直在作废 我要在这提醒大家一句 冰王座呢真的是一个很邪恶的行星 它不代表最好就是最害 而且它就强调了控制 和塔罗牌里的魔鬼那张牌很像 它会迷惑你 如果你上当的话 你会付出你的全部 另外呢如果你企图在一段关系当中 通过一些你认为可以满天过海的小心思啊 甚至一些不正端的手 正当的手段去控制你的另一半 掌控 对付它 那最后的结果呢 就是你被掌控了 或者对方用了更邪恶的方式对待你 甚至是对方觉得算了 不想跟你玩了 然后就放弃你了 所以请不要去抱怨你的另一半了 而又付出爱呢 怎么得到爱 若是你嘴上说爱 心里却爱 想着这个幸福能有多久呢 要是不好怎么办呢 甚至一些所谓那种荒唐的有没有的想法 我想说你不相信你的爱情 你能指望它自己会变好吗 接着呢我们就来说到金钱的部分 我认为17年这些做的财运人 还是辛苦钱 更多来自于工作收入 不过如果你的正业能力勾引的话 挣钱来说机会会多一点 相对也轻松一点 特别是下半年的时间呢 有个人可以通过房产家人帮忙 或者是想购房产的朋友 也容易花到很合适的价格去购入 那么另外特别是1月2月6月或8月 还有10月中通之后 容易结交到一些很有身份地位的朋友 这些人会成为你的贵人 通过他们的帮助或找你合作呢 也会让你破例不少 另外我想说想做投资的朋友 还有那个做生意的朋友 要注意事业底之后的时间 因为就是靠自己的应聘 赚的少而且很辛苦 渠道也少 合作会为你打开局面 最后呢是要说到这个人际关系了 首先还是要说到合作关系吧 今天大部分的时间都去提到冥王庆了 确实冥王庆真的挺坑你们的 那我认为在这样木星天秤的年份呢 若能平衡你们的关系呢 就会容易得到好处 而且是互惠互利的 如果受到冥王庆的诱惑 去做一些不坦诚的事情 或者不能控制情绪 就会多分破裂 特别是要注意这个 3月中旬和7月下沉之后的时间 希望去卸作的朋友呢 把你的目光锁定在最后的成果上 你就会不得不去 你就会可能在这期中呢 去做出一些所谓的让步 你也不会去过度的想爱物 是多么多么委屈 特别是你要注意 合作的人如果是一种很有地位的身份的 那你愿意去谦虚的向他讨教 或者说你愿意用一个更平和的方式 跟他相处 虽然说真的是要受到他的考验 去承受压力 做出一些成绩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能这样子 最后的结果还是让你很满意的 巨蟹座的人呢很细腻 但是我觉得心里都用在观察别人身上了 你有没有留意过自己表情说话的语气呢 其实有时候很多时候你认为自己 别人对你都是有敌意的 别人都是故意找你事的 其实这份敌意是你自己先抛出去的 如果你方便的话 可以让别人录制一下你一天的工作状态 那我想说你会发现其实真的是你有问题 因为你会给别人一种感觉很深的那种低气压 让别人呢很容易对你产生那种畏惧 你这个人不好惹 我得小心一点 对方就是这么想的 但是呢 你又是一个很敏感的人 你很容易感觉到 对方好像跟你在相处的时候就很紧张 你自然就会容易出现一些问题 另外呢要建议巨蟹座的朋友 要是想化解这些状态 就需要给别人机会去了解 你是一个什么的人 不是表面那种很冷的的人 你是一个很温柔的人 最后呢 也要补充一句巨蟹座的朋友呢 你和你的家人如果还有一些矛盾没有化解 那么今年呢就很利于去解决这些问题 家人呢永远都是你们非常坚固的后盾 好了 那关于2017年巨蟹座的年运呢就到这了 希望大家能喜欢